大家好,我是鱼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官方放出5.0大料 全新BOSS来了 5.2新联动提前看 元神,40元时直接领 三把免费武器来了 5.0纳塔娱乐活动一开启 元神,5.1卡石油变 马拉尼PV已出 第2期混池时间急决射推测 元神,5.0前瞻直播骂场一片 道威尔刚真情流露 还是专案主过于傲慢 元神,黄毛成星火神 火组技能类似班尼特 水神剧本复制到纳塔 马威卡是假的 元神,4.85新持有率排名出炉 七神稳居前十 水龙特立独行 温迪产丢神位 2024科隆展椅开启 元神带着新的宣传视频亮相 在视频中 除了有全新的实际场景外 官方还放出了相应的BOSS展示 那么具体的内容都有哪些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宣传视频一旅行者 站在竞技场中间的画面为开头 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看来在纳塔 旅行者也将会作为选手参加比赛 之所以这样做 或许是因为受某人委托 又或许是误打误撞 在结合前瞻PV中的故事来看 胜利的背后或许还隐藏了其他的阴谋 另外 玩家通过官方视频 还可以了解到纳塔不同地区的地貌 风景 动物 人文等 其中 作为5.0版本首发的角色 马拉尼 卡奇纳和基尼奇陆续登场 在视频中 官方还放出了纳塔全新龙形态魔物 这位名字叫金燕龙翼龙暴君的Bars 拥有火属性伤害 进入特殊形态后 还会获得火元素护盾 通过实际展示来看 这条翼龙还拥有变小的能力 具体的机制如何 可通过官方后续推文来查看 在视频的最后部分 官方还放出了旅行者寻找某个路口的视频片段 之前以为是通关纳塔的通道 但按照地图设计来看 须弥和纳塔连接的地方应该是沙漠 后来又去看了国内的视频 发现并没有这段剧情 所以可以确定 这段国内并未出现的视频 其实是为了新联动而做出的准备 没错 之前所说的大火 就是这次展会视频中发布的新联动 按照宣传图来看 原神即将在11月20日登陆Xbox平台 原神可登陆平台加一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时间正好赶上5.2版本开启 预计官方会准备惊喜给大家 回顾之前PS5的套装礼盒 不知Xbox这边会给玩家带来怎样的惊喜 具体内容 还需要通过官方后续推文 了解相关详情 众所周知 主角每到一个国家 就能和该国的七天神像产生共鸣 获得对应的元素力量 可到了纳塔后情况将有所改变 玩家需要通过剧情才能获得火元素之力 而最令人惊讶的是 马威卡并不是真火神 真火神其实是位男角色 这就很尴尬了 TV放出后 马威卡的冷气可谓一路直上 现在来说他是假的 难道要再走一遍水神的剧情 根据诸多爆料来看 纳塔的剧情将会很精彩 果然能看的剧情只有主线了 旅行者想要获得火元素之力 不是和七天神像产生共鸣 而是从神之心中获得火元素之力 另外就是队长是真的第三降临者 难怪会有比肩七神的实力 而且从不料中得知 队长确定为实际角色 命座都已经设计好了 类似骨头一样的图案 而女士复活和火龙有一定的关系 看来后续的剧情会越来越精彩了 并且女士复活后也会进入卡池 看来狼米这回事真慌了 要把一些人气角色一个个的复活来捞流水了 但伟哥在前瞻直播中的流泪 虽看似真情流露 却让部分玩家感到陌生 甚至被自以为鳄鱼的眼泪 然而 作为游戏创作者 他对元神的投入和烂爱无疑是真心的 那么 为何他似乎总是听不进去玩家的心声呢 问题可能在于 大伟哥现在已没有足够时间深入体验元神 由于工作繁忙 他可能已很久没有完整玩过这款游戏 因此可能并不清楚目前存在的具体问题 实际上 问题可能更多出在项目组身上 大伟哥只是偶尔视察 而项目组往往用看似好的数据来搪射他 导致他无法真实了解游戏现状 直播中的玩家评论也可能经过筛选 并非真实声音 四选五星的福利虽然看似回应玩家意见 但实际上却滞后了一两个版本 表明项目组在听取意见方面存在之后信 如果大伟哥人亲自看到元神的真实数据和口碑 他或许会意识到策划组需要承担更大责任 终上所述 元神的问题主要在于没有准确听取并回应玩家建议 为解决这一问题 可以让玩家直接参与游戏内容的投票或决定 只有这样 元神才有可能持续进步 否则热度可能会逐渐减退 4.8版本马上就要结束 还未拿全现实地图宝箱的旅行者要抓紧时间了 官方已放出马拉尼的个人PV做宣传 可爱的提瓦特杀鱼妹马上就要上线 各位旅行者准备好原始抽取了吗 除了前瞻视频宣传外 官方还放出了马拉尼的个人信息 冲浪板名字为莎莎 不只是一个冲浪板还是一只淡水沙 其次 玩家不用担心马拉尼会被吃掉 但莎莎真的会咬 另外 还有一些个人信息以及特殊料理放出 各位玩家可以看下图介绍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有关5.1版本卡时的相关问题 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 5.1版本还要安排一位新线武入职 她就是被称作是原位业的报纸女士 希诺宁 这样来看的话 傅科威将除了会有一位人之外 纳希达和钟妮被选 还有两个空位 而根据个角色阵营捍卫复刻时间来看 来游施力或深含复刻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 第二期混池预计要等到5.4到5.5版本才会上线 也就是海灯节版本前后登场 新混池主要以礼乐团剑为主 像胡桃 肖 越南这里满足条件的角色将会被加入到混池奇艺院中 不过还是希望官方能提前放出混池 吸引XP党回归收取 实在不行在特殊版本中开个三卡时也不错 不过目前只是推测 具体安排还要等下官方消息 5.0版本将会在8月28日开启 各位旅行者为新角色团了多少原石了呢 作为那塔的首个版本 官方会为玩家带来怎样的剧情 让我们拭目以待 之前在前瞻直播中提到的那塔网页活动已经开启了 如果想要拿到三把那塔锻造武器的话 需要全服助力才可以 那么都有哪些内容 以及获取方式如何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的 出发! 火资国网页活动现已开启 活动时间为2024年8月22日到2024年9月24日23点59分 活动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进入主页面并且登录后 玩家选择分享 即可获得2万摩拉 第二个部分 玩家可以通过沉浸式体验 查看网页活动所展示的那塔新增内容 观看那塔展示页之后 就可以领取40元时的奖励了 第三部分 玩家进入到未圣火的选拟贺彩页面 选择立即贺彩 可随机增加1-8贺彩值 全服到达3000万贺彩值之后 就可以在开服后拿到三把锻造武器 以及相应的突破材料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